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大松果掉到了水里 这时 一只小鸡和一只花鸭子正在松树下的草地上玩 小松树说 鸡伯伯 请你把水里的松果帮我捡回来好吗 对不起 我不会游泳 你请鸭叔叔帮你吧 说完呀 鸭叔叔扑通一声跳到水里 把松果捡回来了 小松树接过松果 点着头说 谢谢鸭叔叔 你 你怎么会游泳 鸡伯伯却不会呢 鸭叔叔说 你仔细看看 我和你鸡伯伯长得不一样 鸡伯伯和鸭叔叔哪儿不一样吗 小松树观察了一下说道 鸡伯伯的腿长长在肚子底下靠中间 你的腿短长在肚子底下靠两边 还有你的羽毛比鸡伯伯的光滑好像涂了一层油 不容易打湿 鸭叔叔一边听 一边点头说道 对 不过你再仔细看看 还有什么不同 小松树看了半天也没看出来 鸭叔叔说 你没看见吗 我的毛又密又厚 像一只小船 你再看看 我的脚和鸡伯伯的有什么不同 啊 你们的脚不一样 鸭叔叔的脚趾中间有一层皮连着 是啊 这样的话呢 在水里就好像是一把脚 一滑一滑 特别好用 鸭叔叔说完 又翘到了水里游起泳来 小松树心想 鸭叔叔真能干 能在岸上走 又能在水里游